这幅画有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不过以前好像在我爹的书房里看到过 海文文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维护已经是在天国里了 由于你 绕入了刺杀小腾军的爆炸案 小腾军以此为要挟 你可是董家三代单传的唯一一棵独苗 为了你 为父什么都能活得出去 可是我又不能做出出卖祖宗的事 于是我精心设计了一个局 一是拉着日本人这个大旗 逼古阵堂答应低价卖出铜钉 可是古阵堂识破了我的想法 反而答应出卖通丁 于是我把运筒的路线和时间 投入给赵姑娘 让共产党把通丁接走 然后唯一的第三步 就是逼古阵堂造反 和日本人决定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局 只有我死了 才能保住空间 才能让小腾军得不到荒迈图 以我这条劳 换取三权其美的一条计策 我看知啊 爹 干嘛去 凯文哥哥在吗 半天没看着人了 那 那带去哪了 我哪知道啊 哦 赵正伟也不在 就是那个女的 他们俩一起出去了 哦 谢谢你 虽然心里没有跨卖头的线索 但对你来说 应该也是最大的安慰 如果这一切 都是我爹故意安排的 那么这把扇子 也应该有他特殊的意义 盘手 小杀 一生 都是仇 这首诗在我小时候 我父亲经常给我们 可这幅山水画 不是什么意思 我好像在哪儿见 四琴 你快来看 这上面的画 越来越清晰了 你看见没 这上面也有什么 对 这上面也提到的时候 火龙沟铜矿 张家山铁矿 马川金矿 现在已经知道的矿山 都在这个班纸上画着 哎 海文 会不会这班纸上的图 跟这扇子上的画家在一起 是整个货买图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矿船资源分布之广 矿船之东 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 原来这就是小龙俊的向日葵计划 这就是矿山铁矿的 没错 太好了 爹 您留给儿子的秘密 我都发现了 谢谢 我没想到 您为了保护我 为了国家的宝藏 这样去设计自己的死亡 您忍辱负重 摆下了罕见的罢名 却有着这样的民族大义 爹 唯有您这样的父亲 而感到骄傲 您放心 我会坚持地走下去 直到把小藤队 把日本人彻底地赶出我们中国 你知道吗 你们送来的矿脉图 省委 铜江特委 十分地重视 那真是太好了 快请坐 冰山只是 要好好地表扬你们 我也为你们的记忽 而感到骄傲 另外 你们独立团 创建发展到现在很不容易 有些失误也是正常的 但是要吸取教训 还有 在你们最近的行动中 无论是组织上 还是指挥上 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要加以总结 特别是对你们的团长 古震堂 要加强教育 不能对他纵容迁就 否则就会出大乱子 另外 还有内奸问题 这是小藤郡 安插在我们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我们要尽快地挖掉这个定时炸弹 否则 后患无穷 承宜 请你转告组织 我们一定会尽快挖出这个尖锡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你要考虑清楚 我怕你会迷失方向 我知道 我一定会把握分寸的 好 陈一 我们这儿的问题 怎么冰山都知道 莫非 没有什么莫非 记住 冰山是党组织的一个秘密 好 有了 别不得情报 工当已经拿到了狂卖图 辞政 工当得到狂卖图并不可怕 因为采集权 还在我们达人们帝国手里 加油权和艺书权 我们都有 最可怕的是 我们没有那张图 没有那张图 我们就无法推进 降人魁计划 另外 我们向将军承诺的一个月期限 就快要到了 我们就再到夕市 另外 灰子 一直在巴鲁那边 对他们帮助很大 您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地方长官 这样 对您的名誉 有些顺利是 灰子 是我金星副下的一个机子 也许这个机关 有些冒险了 那些鬼的帝国里 在过前期 我一个房子 灰子 毕竟丢下大海名字的雪 他有意义 为帝国成长 承担杂人 嗨 大老小 鬼子们的头上 看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看这小子情绪起伏够够大 这都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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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怎么 你好了 好了 好了就不关我的事了 牛皮肌又犯了 当初是谁吵得闹的要替我躺没了 我呀 我那是怕独立团少一个爆破专家 随意 没事 牛你软的时候 多软 谁见我还不一定 走了 瞧 冰山同志对我们的情况这么了解 你说他是谁呢 有机会了 真想见见他 我也是啊 可这是党的纪律 我认为啊 单无之急 就是要马上落实冰山同志对我们的指示 查清我们队伍中小藤郡的卧底 我还保留我的意见 小藤惠子非常可疑 小藤惠子的事情还不能确定 我知道 但是古镇堂的手下呢 也是鱼龙的混杂 你看啊 他的左膀右臂 韩峰和老甲也得定下来 冰山啊 别再猜了 不能把独立团的人心都搞散了 查是一定要查的 让内紧外松 谁啊 这真是这样说的 是啊 赶快终了我正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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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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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